第103课 上主即是爱,故也是幸福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蒙骗你们集体一时的一大谎言,就是你应该畏惧上主 其实,不是上主本身很可怕,而是恐惧在作祟 你听过这句话,没什么好怕的,那只是恐惧在作祟 确实如此 恐惧是一种遍布全身的虚幻感受 念头和能量会导致你失去与爱的连结,并封闭自己 然而,恐惧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 你的心编造一些故事来吓自己 这是因为你从小被灌输了一些令你十分害怕的故事 每当你有那种很恐怖的下沉感 也就是认为自己有罪,很差劲,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等 表示你骗力的正轨 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因此你会觉得非常糟糕 换言之,你失去了与真相之间的连结 而真相就是爱,自由,喜悦与幸福 这就是上主 须知,愤怒的上主痛击那些没有依照指令去做的人 这种故事是虚构的,这是在散播恐惧 正如现今的新闻,其实那些心、闻都是老掉牙的故事 会是每个人都保持在较低的震动频率 只为了求生存,战斗或逃跑,或是动弹不得 这是人类的身心和意识最原始的状态 请务必了解,我们教导你的这些观念 这些话语,这些句子正在提升你,使你跳出 战或逃,动弹不得的模式 那是小我的世界,也是死亡的世界 战或逃,动弹不得的心理模式会使你老化 并惊吓你,将你退入地狱 我们请你反复对自己说的充满爱 同情及仁慈的真实陈述 能修复心灵,使心灵与爱一致 因为这些陈述与小我的模式极然相反 这些话都是真理,会使你产生美好的感受 因为那是真理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会